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熊猫家族 七只熊猫 十九年的跟踪记录 首次揭开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秘密 熊猫列传 1985年 潘文石带着自己的学生 第一次来到娇娇的家乡 秦岭 开始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工作 哇 我经过秦岭 开始产生了希望 但是秦岭的大山似乎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对有意外身亡的悲剧 而同时 那场竹子开花事件所带来的幕后纷争 也一步步地威胁到秦岭大山中的潘文石 我心里难过 难过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面对种种艰难阻碍 潘文石和娇娇的不解情缘将如何开始 1985年 娇娇在家乡秦岭的一个山谷里出生了 作为爸爸和妈妈自由恋爱的结晶 唯一在妈妈怀抱里的娇娇并不知道 一场关乎她命运的危机正在悄悄蔓延 好了 中央纠正了这个竹子开花之后 社会 一些科学家又提出一个理论 说 熊猫不会繁殖 公熊猫对繁殖没有兴趣 母熊猫不会带孩子 可是它没有人在野外对熊猫的繁殖有所真正的了解 即使我们在卧龙两年半也没有真正的了解 又得把他们从野外抓进来 让人工来帮助他们繁殖 这是不对的 熊猫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演化 并不是为了在动物园取悦人类 熊猫的生活目标 生命的目标不是为了这个 熊猫又在野地里生 野地里长 在那里金风雨见四面 在那里追求爱情 在那里生 在那里死 这才是真正一个神秘 秦岭得十三年了 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尽管在攀文石的努力下 中央纠正了林剑对竹子开花 大熊猫面临绝技的错误看法 然而 大熊猫数量的不断减少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何认识这个物种的生存危机 如何认识这个物种的生存危机 所更好的保护大熊猫的野生种群 当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了解真相 1985年 也就是娇娇出生的那一年 攀文石带着他的研究生 李直 曾周和郭建威来到秦岭佛平 一群意气风发的北大才子 开始了对梦想的追逐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1985年的3月8号那天 我潘老师还有北京大学的另外几个教授 还有曾周 还有郭建威我们几个人 一行人 那也是我第一次走那么长的山路 实际上那天下着大雪 地上积雪也很厚 我们背着包 然后斗志昂扬 往那个山里头走 那种情景就是像我梦想的那样的野外生活 那么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说熊猫是怎么回事 自然保护是怎么回事 就是觉得跑野外去野外这种这个念头呢 非常有吸引力 1981年 李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 但是他并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一次在野外实习的时候 他意外地结识了潘文石教授 喜欢讲故事的潘教授 经常利用工作之余 给学生们讲野外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他所描述的野外生活 深深打动了刚刚毕业的女职 当时我在外圈里头 我是比较胆小的那种小孩 听不听得我就觉得说 这事儿是我想做的 我当时考生物系 不就是隐隐约约觉得是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缠着潘老师说 我要去跟他做研究 完全脑子里想的都是说 多么好玩啊 多么浪漫啊 这种想法 怀着对野外生活的无限憧憬 李直和他的两个同学 曾周 郭建威 开始了对佛萍大熊猫的野外研究工作 这之前 陕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也曾在此跟踪拍摄大熊猫 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都没拍到一只熊猫 得知此事后 李直也做好了 与大熊猫失之交臂的心理准备 那之前我看了很多文献啊 看了很多著作 知道说看熊猫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即使你是专门研究熊猫的这个科研人员 也不容易看到熊猫 当时呢我们有三个学生是去做毕业论文的我 郭建威 曾周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天天都去找熊猫 任务之一呢 就是了解清楚 在三宫庙周围 它这条河谷里面 总共有多少只熊猫 那么首先是看见熊猫吃过的痕迹 然后看它的粪便 但实际上呢 我个人啊 真的是特别幸运 我是3月8号到的三观庙 3月12号那天 我就看见熊猫了 当时熊猫正在发情的季节 三月份的时候 所以很多公熊猫聚在一起 要打架 然后追逐这母熊猫 所以那个场景上 有四只熊猫来来回回回的 特别幸运 你看 你今日那么长了 一只熊猫 刚才的熊猫 对 手自然 只熊猫 своих家 在秦岭大熊猫繁殖的现场 律直看到四只公熊猫正为繁育后代 享受厮杀追逐 这样激烈的场面 让庞文石和他的团队备受鼓舞 秦岭是一个美丽的山区 七十万年以前秦岭就有了熊猫了 我觉得这里的熊猫是有希望的 而想要近距离地完全了解大熊猫的发育过程 不能仅仅是靠运气 还必须选择一只合适的熊猫 通过专业的无线电设备 进行长期跟踪才有可能实现 就在庞文石满怀欣喜 准备挑选合适的熊猫进行研究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秦岭的时候 那个经历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但是同时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跟我一块去的增州 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跟着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 一个凉气会一块出去 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 第二天找了一天没有找到 第三天发现了他的尸体在一个血压下面 那么这个事情呢 对我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都没过二十岁生日 他增州也就是二十一岁 刚刚过二十一岁的生日 所以大家都是充满了各种 对未来的憧憬和未知的这个期望 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干一番的 但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 很长时间我就在想 我就觉得自己反应不过来 真正的生命刚刚开始 以前都是小孩别人吆喝来吆喝去 说做这个做那个 你刚刚想着说自己要做点什么事的时候 突然就没有了 这个生命的脆弱 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所以从那以后呢 就总觉得说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增州的牺牲 对女侄来讲 悲伤过后是对生命的珍惜 而对他们的老师潘文石来说 悲伤之后更多的是 必须去面对无法逃避的责任 回到北京时 潘文石被同事无情地指责 为杀人犯 甚至他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尽管面对如此大的 社会舆论和压力 他们是仍然选择了坚持 增州牺牲之后回到学校 然后我们又回到野外去了 又在坚持研究 坚持到1986年的春节 从最初一支浩浩荡荡的研究队伍 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潘文石和吕植经历了 在秦岭研究的过程中 最艰难的岁月 这其中不仅有 增州遇难带来的压力 还有那场竹子开花事件 带来的影响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熊猫列传》第二集 《生命哀鸽》 1983年10月 潘文石教授在一场由竹子开花 引发的拯救大熊猫行动中 向中央提出了反对将大熊猫 从野外抓起来进行人工圈养的想法 而中央也很快接受他的意见 停止了修建大型饲养厂的计划 而他也由此得罪了当时负责 这一项目的相关部门 就在潘文石和绿植重新回到野外的时候 当地保护区便开始向他们频频施加压力 这一切对刚刚掩埋好同伴的尸骨 准备继续工作的潘文石和绿植来说 无异于雪上加霜 当时我们在那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给和平攒保护区一些信号 就说不说欢迎的 所以一开始那个佛平自在保护区的局长 是到北京来专程来请我们 到他们地方去研究 就很快态度就变了 就我们要跟他谈保护区的事情 什么没时间没时间不见面 但后来我们发现他怎么看电影 在佛平的研究太艰难了 科学家在这种地方等于没有用 你比方说我们拯救了一个棕色的熊猫 单单 屡次都差点送命了 因为天特别冷 我们就住在农民的家里 晚上屡次跟一个农民的妻子住在他们炕上 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早晨五点多钟 他们再老在我房间来找我 我说怎么这么早就起来 他说屡次差点死了 原因是晚上煤气中毒 那农民的妻子可能比较敏感 他觉得很难受 他起来开门 就摔到地上去 什么时候醒过来不知道 他自己醒过来 突然想起里面还有个女子 就跑进去把女子救出来了 我说你们在这 我的被子给你们 我可以起床了 我可以去看单单 因为单单已经拯救过来了 那么单单救下来 哎哟 这个有关的 有一点点权力的 马上来处理单单 我就跟他们说 这养了之后呢 恢复就应该放到野外去 这是一个特殊的基因类型 它是棕白色的 如果给抓到动物园里头去了之后呢 那么野外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基因 但也不见 至少是减少了嘛 这很难得啊 世界首次发现这样一个棕白色的 全是不管 当时的火瓶领导 还找了很多医生进来 我可以说 没有一个真正懂得熊猫的 可来了就当专家 你潘教授算什么 你学生算什么 隔在一边 他们可是天天大吃大喝啊 大家一个识堂 他们不是真正拯救熊猫的人 摆着大桌子吃啊喝啊 而我呢和三个学生 又跟佛平的职工 又排着队 去吃那个 五分前一碗的面条 没有任何一点肉 我心里难过 难过不是说我没有吃肉 难过为什么又这样对待我们 还不找牙 对 快醒了 这牙齿好 好 这个是真漂亮 丹丹被救下以后 潘文士一心想把他放归野外 但保护区却不顾潘文士的反罪 最终将丹丹送进了动物园 这就是我在佛平自然保护区的这种待遇 我就觉得我的研究是跟他们合作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显然是不欢迎嘛 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离开你们了 我就不离开也没有办法 你说是不是 所以只能是离开 1986年 潘文士和律志被迫离开了佛平保护区 接下来选择去哪里做研究 成了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 陕西省林业厅建议他们 到隔壁不远的长青林业局去试一试 而那里是一个森林采伐区 潘教授和律志能被对方接受吗 在85年的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潘老师从佛平出来 心里头很忐忑 因为在保护区工作都被撵出来了 那么到了一个砍伐的地方 到底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这个一个很斯文的戴着眼镜的一个局长过来了 这位局长姓高 叫高正生 还有让我感动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感动了我谈的一些事情 都要流眼泪 去的时候高正生他说 潘老师 我们一直在关心你在 因为两个是挨着 在佛平自然保护区的情况 你们来到这 我全力的支持 你需要做考察 我给你派一个吉普车 派一个营林科的副科长 我全都支持你 一切困难由我来解决 跑了一个月 把所有地区都跑 因为我觉得要挑选一个 可以尽心严有的地方 到处跑 坐你的吉普车 连吃饭带油费 去财务处给我算钱 营林科副科长跟我说 这么说 高正生局长说 一切费用由局里来承担 我说不行 不行 最后说 还有不收潘老师的钱 他又不干 就给我开了个票 48块3毛钱 不是酷笑不得 是感动的流眼泪 这就长青林业局 开始了一个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所以这个林业局最后是我们真正的开展了长期的熊猫研究 出了很多很多世界上第一次观察到的对熊猫的观察 做出了真正成绩的一个地方 这个林业局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对我们 那么到后来呢 这个林业局实际上也因我们在那儿而被解散了 为了让更多的熊猫不再被迫重复单单的命运 潘教授和吕之来到了长青林业局继续做研究 而长青林业局正是大熊猫焦焦生活的地方 然而要想找到焦焦并非一件意识 他们不仅要经历生活上的重重考验 还要和大熊猫们斗智斗勇 明天同一时间22点30分 请继续收看行者《熊猫猎传》第三集 寻找焦焦 我是熊猫 我不是猫 爱斗爱闹 不爱奔跑 偶尔会摔跤 我擦着黑眼影 不会喵喵叫 一人来了我就跑 我的功夫没有传终中那么高 我不在乎成为国宝 也不想是骄傲 如果真的喜欢我 就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 动员的笼子我好想要